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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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级技术分支的水平上来看 中国的金方专利申请的发明点 在2005年之前主要集中在制级优化方面 之后 祖方改造相关专利申请大量有限 于2015年达到顶峰 在2003年之前 几乎没有质量检测相关专利申请 而随着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 相关规定的不断完善和修订 鼓励对中药建立指纹图谱进行量控制的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方质量检测方面的技术创新 申请量也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 从二级技术分支的水平上来看 中国的金方专利申请主要涉及药位增减 提取方法优化和进行改进 分别约占总申请量的25%、24%和21% 代表金方专利的研究热点 而化妆品和金方质量控制方法的专利申请较少 值得投入力量进一步挖掘 从授权率方面来讲 中国的金方专利申请在特定药材的活性 及指标成分的检测方面授权率最高 其次为祖方成药的活性及质量检测 由此可见涉及质量检测的相关技术方案的专利申请质量较高 究其原因 中医药目前最易被质疑的地方 在于其不良反应的不确定性 而如何消除质疑 与中药成分明确化、标准化、不可分割 金方质量检测技术的发展 恰巧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金方是中医药的精髓 集中体现了中医药的传统特色 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将金方打造成为精品中央 进而探索出一条 适合我国国情的金方研发道路 直到我们不断地深入思考 哇塞 这药丸看起来平均无奇的 没想到里面这么多门道 对啊 可是我今天还要开会 要我先准备开会 等改天那个张伯 你再留好好捞捞呗 好呀 没问题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再继续深入的聊 行 好的 小优养